今天将为大家带来集中密猎手炮破脸炮的变化 那么初学象棋的棋可能会认为什么是脸炮呢 稍微有点不太好理解 其实在这里炮二瓶三以及炮八瓶七 在开局将炮藏于兵足之后 这样的话也是收敛一下暂时避免其锋芒 那么好了 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布局来说 经过演变也是足底炮的一种变化 那么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开局 红方当头炮 黑方猎手炮 此时红上 黑方马八进九 这样的话按照我们前面的思维 是大猎手炮的一种表现 此时红方出居 黑方就来了一个炮八瓶七 这里就形成了红方 猎手炮对黑方脸炮 那么这个炮暂时藏在七族之下 目的是将来瞄准 红方的三路线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按照我们前面常规的思维 左右子力均衡出动 这样的话势必在开局摆好阵型 但是古朴在这里来了一个开局 就形成了一个单刀付费 孤军胜入 这步骑假如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布局 稍微有点莽撞 比如对方四四进五 或者说四六进五的话 将此锯进行拦截的话 显得这个局在这里稍微发挥不了 太大的作用 那么他这里走的话 如果说黑一风选择平局的话 感觉你这部局走了两步的话 我跟你对调很划算 但是红方的主要目的是 接下来平局过来 压住黑一风的一路 二路的居马 这样的话在开局抢先 抑制对方的子力 显得黑方得不偿失 所以说黑一风在这里选择赶紧 马二进三 并没有称势 这里也是快速活动子力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了 红方 兵器进一 目的挺兵制马 黑一风快速出击抓炮 红方跳马 此时走到这里 黑一风也来了 这个G二禁六 进居压制 目的准备品居压马 但是红方在这里 来了一个将计就计 G1908 黑一风这里一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显然的话 就是把我这个G 不放在眼里 就大胆的直接过来吃马 其实这也是 红方巧妙设计的 一个诱敌战术 故意把黑一风这个G 引诱到比较隐蔽的地方 这里也是我们采取 很多汽马局的主要一些思想 好 那么走到这里 接下来 红方走出了一个 破局的招法 炮八近七 先扔一个海底炮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认为 你这里什么时候 才能够扔这个炮 什么时候能够沉溺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 也给大家 稍微简单总结一下 当双方是当头炮 尤其是我方是当头炮的时候 对方主要出现一个单马手中足 我们形成了中路 以及底线二路炮 进行夹击的时候 势必这个炮从底线 会有一定的进攻手法 那么此时 黑一方并没有选择 抢先贪吃马 因为如果说你这里先吃马的话 红方甩就过来 即卡住马 将来炮甩边路的话 再次大军压的话 势必双击一炮 在他的底线呢 黑一方有些招架不住 所以说黑一方在这里 果弹采取先退马吃炮 先解决后顾之忧 此时红方利用一个巧妙 以炮换马的战术的 主要是进炮打掉中足 先控制中路 这里先打中足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少中 果果选择先进去吃马 此时黑一方一看 也是选择吃掉 因为这里不吃啊 也是说不过去 此时红方装炮一发出 接下来黑一方就只有 后悔的时机了 好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为什么这一步棋一走的话 黑一方就 开始后悔了呢 因为这里装炮一发出 一将军的话 黑一方显然还不能走 四进五 只能走四六进五 当然呢 可能有朋友会认为 我这个炮能不能走开呢 不管你这个炮甩到哪里 红方都有 退居回来 感觉你这里好像能够 炮七退一 能够挡住 但是我们这里再次退居的话 这里既抓着炮 同时将来中路一将军的话 这里就形成了 一个平顶罐杀起 好了 这个变化呀 其我们不方啊 自己可以稍微推演一下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刚才红方中炮一将军 黑一方仅此称事 此时杀招已至 对方啊 却浑然不知 红方大胆弃居砍掉中士 相信残局功夫 这个杀法走的比较多的话 其友们啊 一眼就能够看出 这里一将军 首先说明 你不敢试四进五啊 平居吃相绝杀 仅此将武平定 此时先不要禁居将军 而是先吃相 因为接下来 平居砍士啊 就是个绝杀 黑方迫于无奈 平居先守住抵士 此时这里又来了一个顿挫的招法 红方禁居一将军 黑一方降六进一 正好借助这个将啊 卡住对方向眼 装炮失根 退居先吃掉 那么走到这里啊 相信青梅一看啊 黑一方也不用再走了 那么比较好的是炮七退一的话 守住中路 但是古普在这里选择的 四四进五 红方退居先牵制住 接下来双鞠夺士 就是个绝杀 黑一方退炮 红方进炮打掉士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了 黑一方也只能认输了 其中有没有觉得 这个弃马的战术 快速从底线呢 形成天地炮的杀法 是否非常的精彩呢 显然在这里啊 当红方 以炮换马的时候 黑一方抢先吃马的话 是一个贪吃的行为 导致红方攻杀在前 那么他这里还有第二个比较好的变化 就是炮七退一 第一个变化可以说是比较顽强 因为此时红方就没有进炮打掉中族 这里先手来一个将军 炮阵中路 同时你这里打完之后了 他可以平炮到中路来进行 从中路进行反击 红方此时不仅要丢子 也很容易被黑风占据中路 那么这样走完之后了 红方又该如何改变策略呢 此时红方来了一个 居二退四 退到巡河 采取一个迂回的策略 这里依然采取一个砌战术 此时黑方进去吃马 吃完之后呢 红方品居过来 这里很明显的双鞠啊 在内道啊 就有一定的攻势 黑方一看 赶紧先捕后中路 这里也是双式连结 也是为了防止红方 浸泡打掉中族 这里抢着先手 那么显然这里走完之后了 红方势必要浸泡打掉族 此时红方不着急 先平去吃下 吃完之后了 黑方一看呢 中族显然是保不住 这个局目前来说 在这个角落里 也走不出来 赶紧居久平八 快速出局 此时红方浸泡一打 接下来进去啊 砍底式就是个绝杀 黑方也只好选择降五平六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啊 相信旗友们一看 接下来 红方主要进攻思路 就是炮五进二 打掉中式 实行的一个炮 一炮破双式 这样的话 很容易遭到双决的攻杀 但是打不开 向三进五先捕后一下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 黑方也没有办法啊 眼看着要打式 那你这个炮即便是闪开的话 炮五平六号 我还可以平炮 打掉编阻 这样的话 采取从底线进攻 相信这个变化 继续演变下去啊 也是红方必胜 古普啊 走到这里啊 也是认为啊 红方目前来说啊 攻杀在前 黑方 虽说多一大子 但是没有攻势 我们继续回到先前的局面 显然黑方在这里 回马吃炮的话 是中了红方的调虎离山之计 那这样的话 红方采取中路啊 容易进攻 那么他还有第二个变化 G19平8 这里出局啊 根据对局 抢夺先手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 比较好的走法 有直接G2平7的话 既卡住马 将来还有 吃相 打底式 这样一个走法 那么此时 在这里啊 古普选择了一个 G2平4 这一步起啊 可谓是更加的独到 既有G逼近九宫 同时也是主要 借助两炮和G2 行程把对方的三七路向 形成一个分割 就不让你能够飞向 卡住相眼 逼近九宫 相信黑方的老将 也是非常的难受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了 黑方一看呢 目前来说啊 既不能回马吃炮 也是担心中炮发出 他抢先 四六进五 心想啊 将来你始终有 进炮打掉中阻 我先捕后一下中路 也是势在必行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甩炮边路 接下来很明显 进去下底的话 气炮打相 就是个门杀 黑方目前来看呢 手也守不住了 干脆先进去吃个马 先得个便宜 此时红方采取气炮攻杀 黑方显然不能吃啊 那么他又有两个 潜在的变化 向三进一 以及马三退一 首先我们看向三进一 是输得最快的 红方退局 一将军 黑方只能退马 此时相信的初级朋友 一起研究能够看到 这里有杀起 平局砍掉中士 就是个绝杀 好 我们继续返回来 把第二个变化 也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他还有第二个 顽强的守 防守 马三退一 那么这里走完了 我们又该如何攻杀呢 同样的招法 退局回来 那么此时走到这里之后了 黑一方要么是退市 也仅此这样的策略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认为 他还有第二个退炮 首先我们看退市的话 那这里一退市的话 红方进炮打掉中族 这里一将军的话 你这个炮还走不到 炮五进次 同时炮如果说走开的话 我们平局啊 平顶贯杀起 如果说你撑市的话 依然是平局 吃市杀起 那么可能在这里啊 朋友们会认为啊 这里没有打炮 是还在中路的时候呢 还有第二个 比较防守的走法 退一炮过来 守住中士 实则你炮七退一的话 我完全可以啊 居四平五 砍掉中士将军 这里一将军 黑一方只能降五平六 此时再次平局一将军 只能再次过来 那么好了 再次进炮打掉中族 同样是双炮双聚啊 大军逼近 黑一方啊 也只能缴削投降 好了 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了 比较简单的 猎手炮破脸炮的阵型 可能有朋友会认为啊 黑一方稍微有些配合的嫌疑 其实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古朴之所以啊 还是有一定的配合嫌疑 主要也是为了演绎 精彩的阵型构思 以及杀招 主要是提供一个思路 供我们学习 欢迎朋友们 取长补胆 如果说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评论区来个666 点赞支持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